全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常委 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冠申 在北京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在听到有关粤港澳大湾区中 香港是被规划的说法时 她的回答斩钉截铁 2月2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香港作为四大中心城市之一 为其指引方向 令香港各界深受鼓舞 与此同时 也有少数声音认为 大湾区中香港是被规划 蔡冠申就此表示 香港不仅没有被规划 而且是积极主动参与到政策的制定 以至出台 我去年在政策会议 我找了113位全国政策委员 包括广东的香港的澳门雷明 我们要做一个 就越港澳大湾区一个统筹的一个委员会 那么现在出来的就是那个建设小组吧 2017年7月 国家发改委与越港澳三地政府签署 深化越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此后香港特区政府便一直与各方紧密联系 积极参与规划纲要的曹尼 2018年8月 中央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主持的越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 港澳两位行政长官 担任小组成员 蔡官申介绍 香港各界都非常关注大湾区将如何规划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多次出席相关论坛 召集会议 广泛吸纳各界意见并反映在规划纲要中 中央则在草拟规划纲要时 很全面的接纳香港的看法 我提了多少个意见 我很清楚的 今天八个措施里面 起码四个措施 是回应我的那个那个诉求 那么我不是我的诉求 我是总结了我的会员 我的朋友 香港市民的诉求 我们说出去 那么出来的八个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措施里面就会超过一半 哎 回应了我 我感觉非常高兴 所以我绝对不同意 香港是并规划 我们应该是就参与规划的基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蔡官申说 就她看来 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认为 国家这些年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我们在特别感受深的那个大国外交里面 就是国家已经怎么保护我们海外的权益 这个非常重要 海外权益保护是两种 一个就是我们投资 人家不要欺负我们 另外呢 我们人身安全 出现问题 哎 我叫派 派派派飞机 派船 我们接回来啊 此外 蔡官申的提案 聚焦粤港澳大温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建设中国东盟贸易大通道 以及加强滇港深度合作 助推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